之前試過有一天是去上班的時候 就在天橋上面 然後警察就突然封了天橋 我就剛剛好走扶手電梯上到天橋 他就直接拿著胡椒噴霧對著我 噴了少許 擦了少許 已經會中到我 之後也試過 都是在天橋上面 他突然就衝了上來 就搜我身邊的人的袋子 因為我真的很怕他們被消失 被人拘捕 所以我就開始拿著手機出來拍攝 之後他就好像發瘋一樣 然後不斷趕我們走 然後還有試過追著我 我跑了 跑到下天橋那樣的 然後另外也有試過兩次是他們突然說 是說開窗 然後就突然開了窗的 那麼多時都是在天橋上面 他們是沒有目標的 向著天橋射 而對面是大約有 只有幾個人在上面 看著下面發生甚麼事 還有那時是沒有破壞的事件 他純粹是覺得你們看著他 所以他就要射你 他說了一句開窗就已經向上射射 已經發生過這樣的事件 所以更加覺得要走出來抗爭 因為就算本身 你知道其他手足發生的事都好 但是由你自己親身去體會過 你就更加覺得應該要走出來 我身邊其實有幾個朋友都是做警察的 其中一個我都認識了很多年 但是他是最近一宗三景在北區醫院 虐待那個我喝醉酒 然後送了進醫院的老伯 其中一個來的 是 跟著他 因為我認識了他很久 其實他未做警察之前 我們一直都覺得他的人是OK 但是他認識了十幾年了 然後他做了警察一年兩年左右 他就發生了這樣的事 最初我們一群朋友都不相信他會這樣做 想他是不是頂罪還是怎樣 但是後來都發現 其實應該就真的不是 真的是他自己做的 但是我們完全不明白 為何做了一兩年警察 就已經可以變成這樣 就算他是我的朋友也好 但是我覺得他這個罪已經是很嚴重的一個罪行 已經是去到酷刑 但是我暫時來說 我不見到他有什麼懲罰 是因為我看到我們朋友裡面 都還有一些common fan 他們都有說那個人是繼續會出來打球 沒有東西啊 完全不覺得他有什麼內疚感 或者被人懲罰了 不知道可以跟他說什麼好 已經不再是朋友了 北區醫院案其實只是其中一宗 可以剛好被人拍到裡面是有CCTV 而當初在那個記者會上面 他都說他們並不知道有CCTV在那裡 那到底是沒有CCTV拍到的 到底還有多少宗呢 如果說會不會有懲罰這些 其實我都是相信 我都是希望用法治去懲罰他 因為任何一個人受傷都不是一件好事 其實我曾經經過中區警署 還是不知是西區警署的時候 曾經經過就聽到裡面的警察是說的很空話 然後我也都基本上有肯定到他是有大陸的人在裡面 那也都很難全部都是香港人的 因為你說香港人 香港警察是只有三萬左右 然後但是他可以去這麼多地方執行 雖然元朗那次他都沒有出來 我有中學同學現在是做了警察的 那我有試過看到有照片是他拿著一支胡椒噴霧 那我另外也都有朋友是做警察 那我就問他 他說胡椒噴霧已經算是最低的武力這樣 但是我自己就覺得 是不是你拿著就一定要全部都噴光呢 還是你是應該很清楚目標才去噴呢 因為他們現在做的情況就是他不管是誰 總之在他身邊的所有人他都會噴你 他覺得你是有問題他就噴了 但是問題是是否所有人他覺得有問題的都一定是犯了法呢 還有其實如果催淚彈那些都是你選擇要放的 那是否真的需要去到這個程度呢 因為其實一開始是反送中事件 但是其實由中間開始看已經是可以看到警權過大這個問題 那包括721那時候 721那時候可以警署落閘 之後還跟黑社會搭肩膀 然後還有很多不同的片段就是他們是 因為那些藍絲拿著刀、斧頭、打完人、斬完人之後 他們還可以沒事地走了他 躲進店裡有警車接送 有些中學同學還有跟警察一起吃飯 但是警察的態度都是長頭草的態度 所以就沒什麼好說 因為他已經選了這條路 其實他都是打份工 如果他真的想脫離一個這樣的命令 其實他可以選擇辭職 而他不選擇辭職 就是他已經選擇了他自己要與民為敵 其實我前陣子都有跟一些藍絲說一下 其實我看他們說都是說那幾類的 就是說如果不是你們破壞 那怎樣他們會出來呢 但是其實問題是 就算有人破壞也好 但是警察才是執法那個 警察本身已經是一個紀律部隊 那他考考的時候應該已經要有一個基本的 對他們要有自己的操守 那既然他執法那個 他都不根據法律去做 那你要怎樣令到市民去信服 願意聽你說呢 都是好像721那樣 然後他都已經不是按照他自己本身的規矩去做 那到底你是怎樣會覺得他還是會保護市民呢 那但是其實那些藍絲都是只有那幾句 那還有他們都是說說 其他國家的警察做些事情比香港還壞 但是其實其他地方他們是可以 那些警察是不會蒙面的 你是可以追查到哪個警察 還有他們做錯的時候 你是可以找回他們是可以投訴的 我不知為何他們會覺得 其他國家的警察做得差 香港的警察就可以更差 這個是完全不合理的 我覺得他們也是會發生的 很多警察都沒有跟他們說 還是會發生的 Promote 說得還會得到 解釋 那是 那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